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再度上广播专访 要谈的当然是柯文哲任内的 北市三大案 我希望他能够全身而吞 勇敢地面对所有的质疑 我要面对什么 我跟你讲 他自己那个台式光 他才是 他台式光 那个月都不是我签的 前后任台北市长隔空护杠 不过柯文哲任内 精华全真意越滚越大 尤其容积奖励 从392%提高到840% 郝龙斌话说得很直白 他拿844是什么概念你知道 一瓶换了五到六瓶 精华成是自己拆除的 他完全不符合 都市更新条例中间 奖励的任何这个规范 柯文哲上任之后 率领了市府团队 积极处理 耗费了大量的成本 才帮郝龙斌的五大案擦屁股 如今却上专访 想要声讨柯文哲 发言人护杭自家老板 不过精华成 除了被监察院纠正的 20%容积奖励外 还有30%的容积转移 是用容移贷金和市府购买 议员质疑 贱价过低 让金华成赚了一倍的暴利 他们当时是花了 44亿左右 买了这个4000多瓶的 楼地板面积 未来开发市价 大概可以高达87亿 那这中间就相差了 大概40亿的价差 所有相关的公文 全部上网公开 包括录音档全部 你说我们都公开啦 但是就是公开了以后 才发现有那么多罗生门 随着公开资料越来越多 伊甸也慢慢浮现 要甩掉图定特定财团的质疑 柯文哲得拿出更多诊据 欢迎新闻